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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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码头工人哪 这个角色我觉得是经典 从我十年纪 这不是那个明星吗 什么明星啊 就是跟我们家想到闹 绯闻的明星 对 绯闻 维森 维森 来来 快过来看看 跟你第二节传绯闻的明星 我写作业呢 不肯溜悔啊 因为我们要符合咱们的 节目的准则 那就是要深挖内部 这个问题是 请问这两天网上爆炒的 谢伯伯 你帮我啊 和您的绯闻 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话 我还敢来吗 无 这个回答 很有挑战性啊 那咱们要把这个事件 继续深挖下去 就要请到我们这个 敏感事件的一位女主角了 您好的酒 来 让我欢迎小鹿 欢迎你 欢迎下次光临 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小鹿介绍一下自己吧 谁啊这是 阿里发 大家好 您好 您好吗 别下忙了 来 喝喝喝喝喝喝喝 要看你自己看 我没什么心理 小鹿以前是娱乐记者 都在拍各路明星 那今天我们这么多人 都在看着你 这么多摄像机都在拍着你 你会不会紧张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呀 不紧张 我就喜欢这样的嘉宾 回答干净明了 那我就有问题 我就质问了 当时你看到你和坤哥的报道 心里会不会觉得特别美 这主持人什么心态呀 然后现在呢 如果能行 要背上一个自我炒作的黑锅 我有什么可美的呀 那咱们换一个思路 如果哪天有一个报道 写你和布拉德皮特有绯闻 那你心里会不会暗爽 那个皮特是谁呀 现在的观众都很 小鹿怎么会认识这个男人呢 诗话诗说 如果是真正的恋情的话 应该没什么 但如果被爆出来 我想任何人心里 都不会高兴的 除非他是想自我炒作 果然是同行 这个回答得很精妙 坤哥 我在同行那里碰了硬钉子 我要捏您这个软柿子了 在您眼中 汪小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她善良吧 那汪小姐呢 觉得坤哥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她是一位 非常好的艺人 同时我跟她接触呢 我觉得她也是一个好人 这个节目要这么做下去 没法看了 回答太官方了 他们都是有备而来 还好我们的节目组 也是准备了一个道具 当时我看这个照片 我一看 这不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自己拍的吗 就是这两张照片 那汪小姐 当时在拍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你心里边对坤哥 是怎么评价的呢 我不评价别人 同时我觉得别人 怎么评价我 对于我来说也不重要 我看中的是事实是什么 事实 那我要带大家问一个问题了 这件事情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小鹿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连你都得挖住 挖呗 正好替咱们店做事宣传 有病吧你 爱看不看 不看我看我 关心我白省女儿 不过从现在二周刊 已经停刊的结果来看 汪小姐手上的这份录音 好像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看来所有曾经误解过你的人 都欠你一句 对不起 不用 我只要大家尽快忘了我就行 等一下 你知道吗 你是第一个上我节目的人 说出这样的话的人 因为很多人都说不要忘记我 没关系 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尽量 不满足嘉宾的各种要求 昆哥 刚才我冷落您很久了 那现在我决定再冷落您一会儿 咱们的这个通告上写的是 澄清事实 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您要是觉得有点累 我们后台有VIP室 专门为您准备 怎么样 行行行 好 好 慢走不送 再见 再见 看来我真是注定没有朋友 现在既然昆哥已经到后台休息了 我们现在的节目 要进入到我们的新鲜话题草根盘问时间 这普世好像被爹干上了 嗯 有一 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句话说错就有大麻烦了 其实我倒觉得 您好像一直在骗我们 因为尽管你不是策划人 但是你是整个事件的受益人之一 你有没有发现 那是因为受到骚扰的人是我而不是你 但是受到骚扰不是你来这个舞台的主要原因 你来这里是想澄清 澄清事情可以有很多种办法 但是为什么你要选择来我的节目呢 会不会因为上节目是让你快速走红的方法呢 我上节目澄清是因为节目起效快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经理去打官司 说到点上了 节目是快 但是你千万别忘了 你只要一旦上了节目 咱们所有的观众就不可能把你忘记 而且我们坐在美光灯底下 就是要公开接受骚扰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来我的节目里啊 都想的是炒作 没有人说要来澄清 那如果你是在帮我炒作的话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表面上在否定我 但其实你的潜意识在迎合我 因为刚才你明明有机会可以去后台休息 但你还是坐在这儿 那是因为我有礼貌 那就恕我冒昧继续没有礼貌 那请您继续有礼貌地回答问题啊 作为一个想红的普通人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不想红 对不起 我又小人知心了 因为每天呢 我都会看到很多人消遣了脑袋 要钻进娱乐圈 但就将不进去 现在是不是有麻烦了 那我这么问吧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你觉得我这叫幸运吗 当然 你现在已经是社会名人了 我根本就不想出名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我每天都在拍这些所谓的名人 你们看到的是他们光鲜的一面 而我更多看到的是 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他们 就好像生活在放大镜下面一样 随时被人窥视 上街吃个饭 买个东西 打个哈欺挖个鼻屎 都要被所有人津津乐道 我不羡慕那样的生活 汪小姐看来是有感而发呀 那我问你 坤哥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 是什么呢 那如果坤哥是一个普通人 你还会对他感兴趣吗 你问这样的问题 你不觉得无聊吗 咱们的观众觉得无聊吗 无聊 说实话 在这个演播室 观众就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他们想知道什么 我们就得回答什么 所以 不会 不会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的身边 还会有更好的男人吗 人与人之间 说你了 说你了 是这样 上节目之前 坤哥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汪小姐呢 已经结婚了 有丈夫 那我想问 你的丈夫 对整个事情是如何评价的 他会不会想的 也通过这件事情 把自己炒红呢 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 这位先生 不要 我已经离婚了 谢谢大家 解脱了吧 你知道我怎么看你们俩吗 变着花样作死呗 我觉得你们俩是我认识的人那边 算是最靠谱的一对八零红了 真的 怎么回事啊 甭跟我在这儿一老卖老 我记得那次 我听见你跟我姐夫两个人聊天 再加上今天 我听小陆这么说 真觉得你们俩挺不容易的 我之前还老损你那九零后 我确实觉得我挺不地道的 真的 不好意思 什么意思 李不帆从今天开始 我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全力支持你 对汪小璐我是一样的话 手心手背你们俩都是肉 只不过现在一个是左手的手心 一个是右手的手背 就这么简单 你要想回去就回去吧 如果我姐找你的话 我给你顶着 老师您跟我说吧 他爸爸这段时间都回不来 我会处理的 好 谢谢您啊老师 给您添麻烦了 干嘛去了呀 打电话 打电话 起来吧 你不是要陪我睡觉的吗 Visa就要又给我惹事了 她答应上学了 她不答应怎么办呀 她爸说了 不答应了给她送回美国去 回美国呢 老天天给她领这个什么 美国老头回家 她又受不了 看人家活得多潇洒 你活得挺潇洒的 我这叫冲冠一怒 喂红颜 行了 男人是蓝颜好吗 我是红颜呀 我喂我自己还不行啊 你是祸水啊 祸水倒算不上 但我知道我在所有的 广大的网友面前 我已然成了一个泼妇 行了 乾坤对你真的不错 你走了以后呢 人家也不是说了 你不是圈里的人 报道这事呢 你丢了工作 家里还有生病 内忧外患的 你也不容易 让所有的粉丝 不要再抨击你了 我问你 李不凡回去了吗 这点了 估计该坦白的 都坦白完了 你说你出这么大事 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 本来上节目 就是想了一件事的 没想到两件事起了了 挺好的 我想了老白 你说我爸身上发生了 那么严重的事 他都能想得开 那我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对 你爸是想得开了 你妈想不开 你昨天晚上倒头就睡 你有三十个未接电话 你知道吗 昨晚晚上十七个 今天早上十三个 还有一堆没看的短信 那我现在接电话 我说什么呀 这个时期 就是需要大家冷静一下 老板 你这个大毕业睡得好舒服呀 我决定不走了 赖你家了 汪小璐 汪小璐 你就不能长大吗 我跟你说 你妈昨晚给我打电话了 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说我帮着你瞒她 你说我这形象 我怎么弄啊一号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 我就赖这儿了 能打我怎么办呀 我就不走了 你懂点事行不行啊 小璐 对不住了啊 叛徒 你们先坐一会儿啊 我去给你们泡个茶 不用麻烦了 过来吧 你墙上贴的这些东西 都是演戏给我们看的吧 你坐下 我和你妈已经商量好了 还是先跟你谈谈 一会儿再跟小吕说 毕竟你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就不用去找吕不凡了吧 找不找他 是我们的事 不管你的事 离婚 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是最近吧 八月二十号吧 八月二十号吧 八月二十号 汪小璐啊 你的主意真是太大了 你离婚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跟父母商量一下 你妈是通过电视 才知道你离婚的 农相作丧 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妈 我就因为心里有你这个妈 我才不敢告诉你 那你好 你告诉我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明年还是后年 那时候刚离的时候我跟您说了 说了您就晕了 后来爸又病了 那我 我想说我 我也得 我没有机会说呀 老汪你听到了吧 能听到了吧 他还有理了 都是我们不对了 小璐 事情已经发生那么久了 我们也不追究 爸爸只想问你一句 你们到底为了什么事情 要离婚 你们两个就 性格不合 过不到一块去 什么叫性格不合 什么叫过不到一块去啊 你看看哪家夫妻 不是磕磕绊绊 一辈子这么过来的 小夫妻两个吵个架 言归于好就得了呀 有什么天大的问题呀 非要闹到离婚这个地步啊 你闭嘴啊 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小璐 好 我知道爸爸说的话你不爱听 你们在八月份已经离了婚 在我入院之前 你们已经离婚两个月了 小吕她一直这样照顾我 比起你和你妈妈 照顾得还要好 我虽然跟她离婚了 但是吕不凡是个好人 我没有否认过啊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就好 毕竟你还是理智的 不像你妈那样冲动 小璐 我记得 当初你妈妈拒绝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骗你妈妈说你怀孕了 还偷了户口本去登记 你记不记得 小吕在上海 没房没车 你宁愿跟她去吃苦 挤在一间房里 还要跟她结婚 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你不会忘记吧 你们结婚的时候 你说过 不管她有钱还是没钱 不管她生病还是健康 你都会一直爱她 做她的妻子 我是说过 可是爸我现在已经不爱她了 小龙 你老是告诉妈妈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的呢 是不是那个吕不凡在外面有人了 是不是良心上不安了 才来照顾我们老两口子的 妈你就别瞎猜了 这些都没有 你们两个就别再逼我了 行不行啊 怎么是我们逼你呢 是你在逼我们呀 你就这样 说不爱就可以不爱了 他如果也不爱你的话 他怎么能全心全意地 照顾我们两个老人呢 你的爸爸妈妈 这辈子没欠过人家的 你想过没有 不凡在上海是无亲无故的呀 突然你们现在说离婚了 你让他怎么办 大上海满世界乱转呀 当流浪汉哪 小龙 之前因为我做手术的事情 你们两个吵过一架 是不是 小吕有没有跟你说 其实我跟你们 知道你们已经关系不好了 你知道小吕跟我们说什么吗 他说 不管你们闹什么矛盾 其实我根本啊 就没往心里去啊 这小鹿啊 他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他心里面对我挺好的 腿一万步说吧 就算他记恨我 我也不会去真的记恨他 顶多就是觉得挺可惜的 我现在才知道 这腿一万步 还有这个可惜 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 我就 算了 太晚了 晚什么 不晚 妈 你妈说的也有道理 亡羊补牢 未事未晚 你现在把吕不凡叫回来 你就说 爸爸和妈妈想跟他聊聊天 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 而且我们是成年人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了 反正我不想找他 而且我不想再求他了 我知道你为爸爸的事情 没有少求过他 你就说 爸妈想跟他谈谈 人家叫了我们那么多年爸妈 你是跟人家散了 但是我们没有跟人家散啊 安律 这我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你以为我没打过呀 昨天我就打了 一直打到今天 人早就关机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们先撒了 不然 好想 尽快 中文坚决 宇不凡 你不凡 你不凡 我认识 不凡 你不凡 你不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找谁啊 你好 打扰你了 请问你这房子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 怎么回事啊 这么急着把我叫来出什么事了 协议书 想明白了 我明天去医院做手术 好啊 糟糕 明天哪 明天晚上我就得走 白天一堆事 我恐怕赔不了你了 没关系 我自己能解决 这份东西呢 写的是之前你承诺过我的那些 我觉得还是以书面的形式比较好 早就应该这样 来 阿比 我知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法律效应 但是我相信你会顾解自己的名誉 你们女人呐 我理解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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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李不凡在吗 他不在 他 他出去了 他却没回来过 打扰了 你找吕不凡有事吗 我是有点事找他 打他手机一直打不通 我以为他在这儿呢 他不在这儿 他一直就没回来过 你上电视那个节目 我看了 对 对不起 没 没事 谢谢 我不是故意的 那个 你 你爸爸的病好点了吗 好多了 没有继续发展就是最好的事 谢谢你的关系 不客气 嗯 其实我 特特别想去找找他去哪儿了 我有你的手机号 但是我一直没敢问你 哦 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呢 没有 他 他一直都没回来 我都等了他好多天了 可能他不愿意回来吧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真的 你能在电视上说你们俩的事 而且还能到我这儿来找他 这事要是欢作是我 打死我都做不出来 其实我也是被逼无奈 形势所迫 可就算是有人逼我的话 我也不敢 我害怕把他逼得太紧了 他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特想去找他 我都不敢 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不会吧 要真出事了 警察一定会通知我的 对 警察会通知直系亲属的 不不不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没误会 没事的 我 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我心里都明白 我就是想让他亲口跟我说 我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吧 他从来没有主动表示过什么 一直都是我自己臭不要脸单相思来着 你也不完全是吧 也不完全是吧 甭管是不是吧 反正 我已经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 有的时候吧 你付出了 你付出了努力也没用 但是吧 就是 滨江大道一百四十七号 你去找他吧 那是我小舅舅的咖啡厅 他以前有什么事都躲在那儿 我走了 你去找他问个清楚 找他钱 我是不会找到他 就这样了 再见 我 我送你 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那 那你 那你慢点 关心我 关心我 是啊 谢谢你 从认识我到现在 你一直都非常关心我 非常关心我 现在我不需要了 好 生什么气啊 以后不打算借我给小路了 这个事情取决于你 还不是我 可以判断吗 我就是在小路上 是走打着 你去脱路上 我讲是不可以 我还没有 Camry 你我快点了 你快点了 那你快点了 好 只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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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恭喜先生求婚成功 恭喜 我代表我们二加二等于一 祝二位白头到老 百年好合 谢谢 谢谢 老板您这二加二等于一 到底什么意思 两个人 两颗心 等于一份惊天动地的爱情 他也跟我说过 两个人两张嘴等于一份账单 对吧 说得一点也没错啊 生活本来就是一份账单 恭喜这位小姐为你找到了买单的人 好了 为了表示我对你们的感谢 今天这一轮酒全算我请的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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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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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恭喜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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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家吧 我想找你谈谈 咱就跟这儿说吧 来 来 来 其实我不太敢来找你 是你前老婆他去找我 他跟我说你有可能在这儿 没事 既然来了 把想说的都说了吧 我就是想问问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 你就当我是在逃避吧 你逃避什么呀 如果你不想见我 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不是不想见你 我只是觉得 按照现在的情况 如果我们俩应遥在一起 对你会是一种伤害 我也太不负责任了 不是 现在的情况怎么了呀 你们俩不是在电视上 都已经公开离婚了吗 你后悔了是不是 没有 没有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说 其实我就是觉得 我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了 不光是我和他也一样 可是我要按照 之前的做法的话 我等于把我身上的担子 全部又扔给了他 我也是刚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心疼他了 你心疼他了 谈不上 我就是觉得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资格 去开始新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 你说这话也在伤害我 我知道会伤害到你 可是你还是会这么想 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所以我才想一个人静一静 让我自己消化消化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原本是打算离开上海的 可是我看见你以后 我就改变这个主意了 我想留在这儿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愿意为了你改变 我也愿意等 本身你在等我 对我就是一种压恋 那是因为你不像我爱你一样爱我 我知道 你是不会为何我改变的 我就是希望有一天 等风平浪静了以后 你一回头你就能看见我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俩 那一次在地铁偶遇的时候 我就爱上你了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也许有一天我能跟你在一起 我能跟你一起坐地铁 我能跟你一起去上班 我们俩能一起买东西 一起看朋友 当周围全是人的时候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我不用穿那些衣服 我也不会觉得自己 特别平凡 特别渺小 我就是想站在你一回头 就能看见我的地铁 我知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一直都是我跟你表白 欢迎 欢迎 我是你 我也会觉得特别辛苦 特别累 我喜欢你 六月 其实真的 我做不到你想像的那样 起码现在做不到 如果那天晚上 他爸爸没有生病 他妈妈也没有给你打电话 事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也许吧 这是你对我的肯定吗 刘雨 真的 其实我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我到现在都觉得 我们是有可能在一起的 可是我觉得我身上的压力 真的太大了 压得我根本都喘不过气来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所以我才想一个人静一静 真的 你可以恨我 我不恨你 我可以帮你减轻压力 我们分开吧 本来我想说分手的 可是我们俩从来就没算在一起过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 我不想等了 我不想做那个给你压力的人 你的压力都已经够大了 现在分开挺好的 真的 你别挽留我 如果你挽留我 我会恨你的 刘雨 老板 我们走了 谢谢你 大高 拜拜 下次光临 再见 再见 拜拜 走了 走了 那什么 你爸妈走了吗 怎么样啊 说你没 比打死还要狠 那一通苦口婆心的劝呀 就非让我去求吕不凡 让他回来说他们想见他 要跟他谈谈话 聊聊天 他们自己怎么不去找啊 还通过你啊 就是说吕不凡他关机了 估计啊他就在小街上那躲着呢 那个 吴雨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我找他没联系到他 找他有事啊 就最近跟他闹了点别扭 你爸妈不是生病吗 我想着你也没空管这事 你现在没事都关心过你他 你们俩个能闹什么别扭啊 说来话长了 不怕长 只有漫漫长夜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度过呢 来 说吧 我听着 我就说吧 这人活了呀 高兴也得高兴 不高兴也得高兴 对了 关门了 说嘛 这种小店他关门走 你还飞行吗 没事 我以为